一台18个W的车仅仅开了3个月就赔了5个W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捷豹XF3.0T标准轴距 满满灯灯的大顶配 这台车当时办完接近80个W兄弟们 70多个W落地啊 你想想这车它的保值率有多么的惨不忍度 七则虎八则豹 就是这么来的兄弟们 这台车保值率咱就不用说了 这台车二手的保值率更加惨不忍度 为啥呢 因为这台车的上一任车主 把它拿下之后都是眼泪 这个眼泪从何说起呢 首先这台车兄弟们 正常在去年的行情的话 也差不多也要个16期对吧 他这台车拿下完之后 整备再加上保险烂七八糟 收拾了一遍 这台车合到18个W 真金白银十打十的 但现在呢 这台车如果我们二手车饭去收的话 也就给到13 然后呢 基本上能卖到14多15左右 可能报报个15多 实际能挣个一捆多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利润 所以说兄弟们 这种车 你别看他二手车 他性价比高 但是你卖的时候 他依然保值率 惨不忍度 所以吧 这台车仅仅开了仨月 他就亏了五个W 你说这个是赖车呢 还是赖车呢 还是赖这台车呢 其实吧 你在去选择一台车的时候 品牌也挺重要的 但是你要是考虑到性价比 在一个环节 你就要想好这台车 你一定要多开个几年 这样换算下来的话 你不至于亏那么多 其实这台13年上牌的 捷豹XF3.0的 是不是一台好车 是一台好车 因为这台车小短动力足 你要是拿他跟BBA对比的话 他的性价比真的是让人语无伦次 你如果说一台5系 还有奔驰E级 或者是奥迪A6 你安排一台13年3.0T的 你这个价位肯定是拿不下来 但是这台捷豹就可以 而且这台捷豹 很少有人开过3.0T版本的 这台车3.0T的动力 那叫一个上头 3.0T机械增压 你要对比奥迪呢 它不烧机油 你要对比奔驰呢 它铺轮轴轮轮 它不会坏 你要对比宝马的N55呢 你整体一个动力线性 还要比N55的发动机要好 因为这台车 它匹配的也是ZF的变速器 所以吧 这台车动力总长这一块 优点多多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这台车 它是一个Z级车 而且它要比同级别Z级车的 内部空间也好 发动机舱的空间也好 都要小 所以设计的就没有那么合理 导致这台车 你发动机 它散热不是那么太完美 你在高强度行驶下 这台车 它有可能会发生高温 明白了吧 兄弟们 就是这台车 整套一个散热系统 不是那么太滑溜 导致这台车 你要是使劲踩 站起来踩 一直踩 它就容易高温 其实这台发动机 跟路虎缆胜上面那台3.0T基增 是一个型号的 而且跟它旗舰版的捷豹 插钩L 就是XGL 那台游艇式的行政地级车 用的发动机也是一样的 所以吧 这台发动机是没什么问题 只不过在这个小豹子上面 略显急促 就是发动机舱的布局 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CG车的机舱里 设一下这么一个3.0T发动机 那多少有点紧凑质感 然后发动机这一块兄弟们 这台发动机通并有什么呢 激增轮高温 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编辑箱也挺稳定 ZF的编辑箱 然后咱们走到这台车的内饰空间 这一块 配置不用说 大满配 输出进入啥的都有 这台车座椅啊 还有横向空间 你要说它是一个CG车 我感觉它还没达到那个标志 因为横向空间 座椅的舒适度 和座椅的宽度和长度 它都不像一台CG车 更像一台B级车 还有就是后排空间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奇瑞路虎捷豹XF-L这款车 就是基于这台车长轴距的版本 所以说这台进口的版本 它后排是标准轴距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跟宝马3C标轴的后排空间差不了多少了 然后前排也不宽敞 但是配置这一块啊 确实满满灯灯 虐待仪式感的 选拟换挡 然后一键取动电子手刷 再加上这个 看见没兄弟们 这是什么影响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整体的一个配置 确实是够用 而且动力的输出 整体感觉体验感很好 还有就是什么呢 这车的整套一个刹车系统非常的稳 这个是给这台捷豹XF加分的 明白了吗兄弟们 你如果是C级车对比的话 BBA里边的A6 5系还有奔驰E级 它的刹车那种感觉 都没有这台XF要好 这台XF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但话说回来这台车 无论它的缺点有多多 无论它的优点有多好 你如果对这台车没有极大的兴趣 我建议你不要去考虑这个车型 毕竟这台车是一台保有量特别少的车型 还有就是保有量少 说明它的配件也少 配件少 说明它的后期维护成本 会比同级别车高出一大截 你可以想一下奔驰S级和雷克萨斯LS系列 奔驰S级后期维护成本低 为什么因为它保有量高 配件多 配件便宜 而乱S为什么这台车后期养护成本高 因为它车本身保有量少 配件难找 所以后期维护成本就高 同理这台捷豹的XF 它本身新车卖的就不好 六则虎七则豹七则虎八则豹 反正不管几则 这台车 纯纯当时就是因为优惠大 所以有人选择它 还有就是不同风格 不同心气的人 会选择这种一些小众车型 如果你想玩它你要做好一个协力准备 就是后期修车指定是贵 但是如果你就是喜欢它 那谁也拦不住你 对不对兄弟们 好了 这期的捷豹XF 这台车讲到这就完事了 总结下来 这台车就是能让你体验到不一样的一个英伦风情 这台车开起来真就是跟PBA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有的人感觉它的底盘要比PBA好 有的人感觉它的整体一个动力线性也要比PBA好 但是有的人对它感觉就一般般 你就像我 我坐进去之后就感觉憋憋屈曲 开起来感觉还算不错 但是车这个东西要全方位让你满意 它才是你最喜欢的那台车 而不是一个点两个点好 而是要符合你 对吧 今天就到这下课 拜拜 明天见